蔡主委 经济部 是哪一位 杜事长 杜事长 还有台电总经 董事长 我想三位一起 主要是因为有些问题是比较 综合性的 所以看看哪一位回答会比较恰当一点 我们这个环境基本法的第二十三条 是怎么规定的 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 杜事长 这边麻烦你一下 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案子有关 就是政府应该订定计划 逐步迈向废荷家园 好 我想这个法已经很清楚了 我也看过我们 这个环境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英文 那个计划两个字是用什么字眼 没有看过 不是啊 用Plan Plan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 是经过规划的程序 得到一个非常确定的结果 而且是分年分期 逐步的相关的计划的资源 投入 然后来进行执行嘛 对不对 非常的明确 但是我自己的感受呢 是从2002年这个法通过以后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到底做了哪些具体的计划 其实是一直还在策略的层次 比如说我们能源提高3%的效率 都还在策略的层次 所以到从十几年来 蓝绿政府都要打屁股 并没有真正到计划的层次 我们现在刚刚杜市长是有提到 我们有哪些计划哪些计划 但是那些计划呢 到底是不是真正在落实 真正在执行啊 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啊 所以我今天不再说 来指责说 谁应该负这个责任 而是说 我看到今天 我们民进党的这个同仁啊 提出来非核家营推动法 那这个法呢 其实以我目前的看法呢 这个法目前还是在一个 比较原则性的规定 比较接近基本法的概念 如果说是一个 非常明确的 这个推动的时程 明确的推动的 这些的相关的这些配套呢 其实是应该在计划的层次 所以这个环境基本法里面 就已经很清楚 只是说我们没做到 但是呢 今天我们谈到非核家营 不然我个人是支持 非核家营 我们刚刚主委也是讲说 我们一般都谈到 这个Nuclear Power Plant的 那个Faceout 但是一般有些的 国外的一些资料 都叫做Nuclear Free Country Nuke Free Country 用Free 对对对 就是用这种字眼 法定的名字 当然不是法定 都是叫Faceout 当然我知道是这样子 很多的这个专业的用词 那因为我最近3月6号到比利时 去参加这个Climate Parliament 气候议会 欧盟的气候议会 那也带回一些资料 那一天在3月6号的时候 我也到了比利时的能源部 他们安排了特别一个简报给我们 那简报有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比利时的能源政策 一个就是它推动这个再生能源的一些相关的规划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值得我们做一个参考 因为我本来想做一个抛碰 但是我想抛碰 我们这个立法院这个设备实在是花很多钱 效果很不好 所以我觉得白的不如我这样子告诉你 当然我这事后呢 也可以copy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这是真的是针对我们台湾的代表团来做一个报告 那这里面呢 他就特别提到着 他们比利时呢 是 它的这个能源的这个 这个产生啊 我们的production啊 其实是核能占了一半 它的再生能源其实还是很少的 但是呢 他们现在呢 有几个很重要的策略啊 那么像现在核能的部分呢 它有七个核能发电厂 慢慢都要face out 所以这个是全世界的一个趋势了 也就是说 核能在欧洲呢 其实可以看到了 它们已经是一个没落的产业 慢慢慢慢都要淘汰 所以现在呢 每一个国家呢 就是像现在我们 希望推动这个非核家园 那么希望推动非核家园 它有三个S的这个approach 就是三个原则 第一个当然我们能源的这种安全性啊 security of supply 这还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呢 sustainability 就是我们的永续性 它这边呢 非常强调就是说 能源使用的效率 其实跟我们民进党同仁的版本的第二条 精神是一样的了 当然我们政府提供的这些 包括我们这个 节能减碳总计划 其实是观念是一样的 第三个是safety 就是刚才我们 政天才会特别强调安全性的问题 特别核废料的问题 但是这里面呢 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说 他们呢 是有几个步骤 当然我先把这个最后一页倒过来 那safety的部分呢 就是他的对核安的问题啊 其实我包括我到目前为止 我想主委应该也很清楚 我想您也一定对核四还有疑虑嘛 对不对 当然是现在逐步改善了 但是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是要继续来做一些检查嘛 让所有的民众都能够相信 你到底是不是安全 如果真的不安全 那当然也就没有核四的商转的问题 但是这边呢 它所谓的这个能源的永续性呢 他有提到 他们其实也是逐步的 在2020年的时候 他的再生能源才百分之十 还十三对不起 才只有百分之十三 但是呢 他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呢 就是刚刚主委提出来的啊 他的nuclear phase out 就是真的就废核了 真的废核呢 他七个这个核电厂呢 有最老的有三个 在2015年呢 就废子了 那么接下来一个呢 是往后的十年 但是最后的四个呢 是2025年 正好跟我们民进党的 这个版本啊 非俄家人的目标年是一样 但是 后面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 他必须要提出一个road map 就是一个将来的发展的路径 那这个road map是在 大家可以看到呢 他有一个energyroad map 205年 为什么 因为你2025的已经全部废核 废核以后呢 那个国家的能源还是接不上来嘛 所以他有很大的一个gap 所以在这边呢 他非常重要的就是 他要发展再生能源 所以这是有一套的 但是呢 我是觉得说 我为什么会提这个经验呢 我觉得 再生能源的发展呢 还有包括我们在 废核之后呢 那个衔接的过程呢 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plan没有出来嘛 我不晓得 我现在先做到这边啊 不晓得各位的看法怎么样 你们三位是否要回应一下 我们在整个这个行政院 现在送到大院的这个 能源安全以及废核家园推动法 他在整个思考的时候呢 他考虑到将来核一核二核三 陆续的在2025年除役之后 核四如果安全无余可以运转的话 他搭配的就包括了 再生能源的发展部分 所以这个在我们整个能源的计算里面 都已经涵盖进去 包括未来要努力的让 这个风力发电 以及这个太阳光电比较成熟的 可以进入发电 那么长期来讲 一些比较具有潜力的机的部分呢 也要开始的来来进行 但是那个部分 因为还没有到工程化的部分呢 所以我们没有纳在我们的发电计划的里面 但是呢都会持续的进行 在再生能源部分 我们再生能源的潜力有多少 目前目前已经进到大约了 你说发展潜力是不是 现在大概是装饰容量到 我说是潜力了 不是装饰容量 因为潜力的价格太高 就是以限岸的沿岸 我们是包括陆上跟离岸的部分都放在里面 那offshore呢 这个离岸的有大概有多少 大概 在 呃 六 不是我说数量 六 六百还是四百 总共我们现在估计大概一个是六百 一个是四百 大概 潜海啊 根据这个工研院的潜力的评估呢 潜海就是20米水深以内的啊 5米到20米是9个GIGA 啊 深海20到50米呢 是48个GIGA 但是呢 这些呢 我还靠天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台湾可以作为基载的 应该是 是这个海洋能跟我们的这个地热 地热呢 根据这个他们的估计啊 三公里以内就三千米 打到三千米 我们大概只打到两千米就停下来了嘛 是一个GIGA 超过三千公尺的话 是四十GIGA 那个部分目前都还没有办法做商业化 对 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投入嘛 有 我们这个部分都会放在地热 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还做的很少啊 那么对温差的发电 当然这个是可以考虑啦 深海跟尤其东海岸啊 是五十二个GIGA 波浪呢 是八十个GIGA 洋流是三十个GIGA 远远超过好几座核能发电厂 那个都仅止于 与学术性的研究而已 仅止于学术性研究 这就是我们推动的不够嘛 十几年来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其实我们是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间 这个是有国科会有个能源国家型计划在进行的 对 能源国家型计划 比如说其实我觉得进展啊 我不太清楚了 应该跟应该要安排一次啊 在立法院做一个专案报告 因为花了是几亿的钱 到底做了什么成果 我们不知道 那么对offshore wind farm 我们一直在讲说 环境仰评估很重要 那个guide line到现在我好像没看到 我也不知道环境仰评最近的有没有再就这个议题来谈 否则的话我们是觉得应该呢 一个wind farm 一个风场啊 做一个好的一个规划 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有些负面的影响 比如说对生态防御性影响 对回游鱼类的影响等等 甚至对渔业作业的影响 对航运的影响 但是它可能也有透过一些人工渔胶的方式呢 反而会造成这个另外一个渔场的一个发 一个产生啊 所以它有正面和负面的效应 所以北海呢 其实它很重视的就是 呃 对不起 一点点时间哈 所以北海呢 它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图嘛 就是北海 它就是各个国家都在发展外海风场 对不对 那它其实也做了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规划 但是更重要就是说 我这次会议呢 大家都在谈一个新的概念啊 就叫Super Grid 就超级电网 我们以前讲说 small grid一个智慧电网 small grid 就是小型的电网 但是它现在在谈超级电网 就是区域之间在在联合 所以我是觉得有很多的potential 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share gas 到底是潜力是怎么样 我这次去参加这个会议 我们都很多人就觉得说 share gas是将来可能有300年的这个将来的运藏量 但是也有人讲说 50个月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争议了 有没有那么少 当然美国大概也不会做到这么少的一个投资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推动非国家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但是呢 我的重点是我们做的不够 我们这个plan没有出来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是需要大家呢 一起真的很严肃的看待今天的问题 现在问题呢 同学的问题啊 不是只有核四的问题 但是核四呢 我还是有疑虑 我觉得应该要建议圆人文会啊 真的要助场 请国内外的专家 好好的去检讨 而且要开诚布公的 把所有的资讯公开 好谢谢